網頁自動化測試 接下來這場議程的主題是 網頁自動化測試從內部工具開始 講者是SAT毛 毛太醫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網頁自動化測試從內部工具開始 然後當然第一個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所謂的網頁自動化的工具 所以我們現在是做到 就是這是我們公司做的 現在是做到 Jenkins 然後那個Taff Report是用 Slack 然後在開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網路上叫SAT毛 然後也可以叫我太醫 然後我知道那個圖片現在跟我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網路上就是這樣 然後我現在在Alt2當Fullstack Engineer 但是因為我們公司其實是新創 所以那個Fullstack跟大家想的應該 不是從一個Fullstack 然後這是今天的Agenda 然後因為我是兩個禮拜前 我才發現我的時間其實只有15分鐘 然後我準備30分鐘的內容 所以我會盡量大家多多擔待 然後今天大概會從怎麼開始的 然後到能不能變得更好的用力一點 到提高測試範圍 就是讓他每天自己在社會上面跑 就是自動化測試做好之後 手中測試要怎麼樣跟我們做結合 那怎麼開始呢 就是我剛進公司第一個摸的那個功能就是這個 我們有一個上傳的功能 然後我們這個功能那時候是一個公主生在每天幫我們做測試 那要怎麼測試呢 它其實有這五個步驟 就是上傳檔案之後 它要匯入資料 然後匯入完成之後要檢視怎麼樣 資料正不正確 那透過人力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就是 對工作人員來講很無聊 然後很浪費人力 然後其實這段原因就是 我只是想玩看selinear 沒有 就這樣而已 所以到底怎麼開始呢 就是 在 我剛進公司沒多久 有一天就是公司下午沒事 然後我就想說 早上很無聊 就來寫一下吧 那其實 網頁自動化測試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python加上selinear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版 其實應該看不太到 簡單來說我們只有處理完上傳檔案 那結果就是 我們減少了十到十五分鐘的手上傳時間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缺點啦 所以這時候老闆就問我一句話說 你能不能讓它再更好用一點 好 那好用的定義是什麼 那現在難用的到底在哪裡呢 現在難用的點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只有上傳的功能 然後其實人力介入的地方還是很多 還是需要人力檢查答案 然後其實公主生我們的公主生 不是資訊背景的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 就從CLI啟動是很困難的 然後測試檔案要自己下載 這件事情也會很麻煩 那其實我們就這樣解決了 怎麼樣 第一個問題怎麼解決 就是寫啊 第二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後來只判斷資料比數 我們極度相信自己的 其他的計算都沒有問題 只看資料比數就好 然後要怎麼解決 公主生很難操作的問題 就是把Bottom EXC檔 讓他直接一鍵執行 然後下載檔案 就直接穿Google API 那結果就是我們的 原本上傳檔案的測試流程 全部都變成自動化了 然後大概減少了 每個小時一天的那個人力 那另外一個後果就是 公主生也掰掰了 好 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 就是看起來這個 這整套的Solution已經很完美 就是一鍵點 然後就自己跑完 但是 人是貪心的嘛 老闆就會說 一個測試而已 你能不能再幫我寫第二個測試 你有沒有想過提高測試範圍呢 好 這就回到一句話 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 這個完美是在 以內部工具來講 剛做的東西其實都很完美 但是以一個自動化測試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缺了很多東西 在寫Call之外 其實我們少了測試文件 測試檔案 測試流程 這是環境 這些事情要解決 但是 今天我不會特別講這個太多 然後 那在寫Call之前的話 我們現在的Call有什麼問題 其實 簡單來講就是 這是一個內部工具 然後講才唸的 這是我剛畢業寫的Call 就是 沒有Bundum Function 什麼都沒有 其實是很難重新用的 甚至對換Code 可能過三個月之後 我就不想看它了 那這時候 你們有聽過PageObject嗎 就是它是一個Design Pattern 那它的好處就是它 簡單來講 官網有列三件好處 最簡單來說就是reusable 然後reducing duplicate code 跟當我們有東西改變的時候 它只需要change in only one place 那 所以PageObject到底是什麼 官網把它列了 它有四個東西 一個叫做TestCase 然後PageObject Classes 跟PageElement 跟Locators 那TestCase 其實就是我們的測試流程 比如說我們要測一個登入檔案 我們一定會先想說 我們要先進入到 登入的頁面 輸入帳號密碼 按下登入 然後確認它是不是成功登入 或登入失敗 那PageObject Classes 就是PageObject的概念 就是把一個Page 切成很多個不同的Object 然後再透過各種方式 把它組合起來 那PageElement跟Locators 其實就只是 我們要對這個PageObject裡面的 各個元素去做定位 那簡單來說 第一步 我們先寫到測試流程 那 以我們公司某一個功能 就是 我們要檢查圖表 第一個先進入到 儀表板的頁面 然後定位到想看的圖表 然後確認圖表中的數字 是否正確 好 那我們測試流程就完成 就是我們TestCase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呢 我們就要把網頁切成一塊一塊的 以這個網頁為例 它其實大概可以切成三塊嘛 第一塊就是 上面的這一塊 第二塊就是 左邊這一塊 然後第三塊就是 中間這一塊 這就是它所謂的PageObject Classes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抓到 每一個元素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PageElement跟Locators 那第一個方法就是 右鍵嘛 右鍵找 好 但是 右鍵找的 早到有一天我瘋掉了 我發現 有一個工具叫做Sanir IDE 然後你只要錄腳本 然後它可以幫你輸出call 所以你的所有的元素定位 全部都幫你做好了 所以不需要那麼麻煩 好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Sanir IDE 好 那最後一步就是 其實就是寫我們的 每個Page的Function 其實我們剛剛 把基底都做好了嘛 我們有一個流程了 然後我們也可以抓到 我們要點的每一個元素 甚至我們要對它操作 要觀看的每一個元素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寫說 我們要對這個元素操作 比如說我要抓到它的數字 我要點它 我要檢查什麼什麼東西 那最後的結構 其實就會變成這樣子 它其實就是有Pages 跟Locators 然後Element 跟TestCase 好 那用PageObject 改寫完了 看起來一切都很完美 就是一樣 一切都很完美 所以我們可以 開始寫下一個測試 人嗎 好 這時候 對 我老闆又有問題了 他說 欸你這個東西看起來不錯啊 那你可不可以讓它每天在 上面自己跑 我說可以啊 就還好啊 很簡單 他就說 啊 跑完你還記得要回團測試結果 不然我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正常 好 所以 我們這時候 這時候我就用Chrome Tab 然後加上Celine Hub 跟Dock Slack 把它組成一個 這樣的架構圖 主要就是我們寫個Chrome Tab 然後再寫個Script 讓它每天去固定呼叫我們寫的Python Code 那Python Code 會進到Celine Hub 去跟它要一個Chrome Driver 然後Chrome Driver 執行完之後就會把結果 傳到Slack裡面 好 那 就是我們公司還是有手動測試的嘛 他就會 手動測試就會說 啊你搞了那麼久 所以你到底在弄什麼 我就 我弄那麼久 好 再來 所以 我們的自動化測試 到底要該怎麼樣跟我們的手動測試 合作跟溝通呢 其實手動測試他們心中的疑惑其實就是兩個 就是你們到底在幹嘛 跟這個能不能幫到我的工作 或是我要怎麼利用它 那我稍微翻譯一下 其實你們在幹嘛 就是他想要知道 我們自動化測試到底寫了哪一些test case 那我們的測試覆蓋度到底多大 然後 你能不能教我怎麼樣操作 因為理論上來講 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是減少他們的工作 所以他會希望你能教它怎麼樣操作 那 怎麼用 其實就是 我要怎麼使用它 我要怎麼知道它成功還是失敗 我要怎麼知道哪個測試是失敗 那當它失敗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需要下來支援幫忙手動測一次 還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來解決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在幹嘛 所以 第一個 解決方式就是教它看call 顯然這不太可能嘛 寫文件 顯然這就是我不想嘛 好 那 那個 我就找到一個方法叫做 欸 這個單字其實我不太會唸 就是 就是 它是一個 BDD的一個語法 就是 如果你們有聽過 given文件的話 其實它就是像 長得像下面那個東西一樣 那 這邊講了 Python的behave 是Python有一個套件是專門寫這個語法的 然後可以讓這個語法變成test case 然後自己跑的 這個套件就叫behave 那 這個語法它其實就是由三個詞 就是 given when then 然後我查到中文發音是 given就是像假如 然後when就是當 然後then就是結果 所以 這邊有個例子就是 given I have a correct account and password when I log in then I should log in success 就是說 given就比較像是 我現在需要什麼東西 或是我現在在哪個頁面 或是我要怎麼樣 那when就是當我做了什麼動作 那then就是我要檢查我這個動作的結果 是否跟我的預期是相符的 那不對的話會怎樣 對的話會怎樣 就是 then它是比較像是一個 assure的感覺 那 透過behave寫 它其實就會是 我不知道這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它就會是 它有切了很多層 第一層是feature 第二層是scenario 第三層是step 那step其實就是given when then 那step的底層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寫的page object 所以它的邏輯比較像是 我一個feature 我有 我這個feature叫做login 那其實scenario 我們這邊只有寫login success 其實正常測應該要測login fail 就是如果我們輸入錯誤的 它會不會正確的跟我講說 我輸入錯誤 會跳出錯誤訊息 所以一個feature其實可能 可以有很多個scenario 那一個scenario可能有很多個step 這應該不用講 那step的底層其實就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page object 它其實就是每一個object的function 所以當這一步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原本的三層的結構 txt case page 跟locator 或element 把txt case拆成了feature 跟step 然後底層其實還是一樣 走page object的pattern 就是page object locator 跟element 那結果 讓這個做完其實 手動測試其實就可以慢慢看得懂 我們的code 就是它可以看 用 簡單說就是從原本程式碼 轉成 比較一般人看得懂英文 它就可以知道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個怎麼用呢 我就 就是直接用jenkins 然後 就點那個 點那個按鈕啊 然後 就點這個按鈕啊 然後build now 就可以跑啦 我也不知道怎麼教啦 反正就這樣 好 那最後 現在我們的公司的架構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jenkins他會去trigger我們的python code 那python code一樣是走成一個hub 然後去呼叫一個Chrome driver 然後回傳結果到slack裡面 那 看起來其實我們解決了手動測試行動疑惑嘛 但是 理想是美好的 現實是殘酷的 就是就算我跟他講了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啊好懶喔 我要看英文我不想看 反正你就幫我弄就好了啦 然後呢 我教他按 他說啊這那麼簡單 那我教你按的時候 你再幫我按就好啦 好 反正 反正我是覺得 就是這樣 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理想 就是我覺得在 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事情其實我們想要解決 但是 就是還是會遇到一些困難啦 就是對方其實不願意配合 但是 就結果來看 就是這一套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套了 好 然後 其實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然後 有什麼QA嗎 就是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有嗎 有嗎 我們現在有 兩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問題 現場的各位 有沒有 快點 快點 我看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用這一套的方法做出來之後 你們最後的report是用 圖表化的方式呈現 還是用那種數值化的方式呈現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用slack回傳啦 就是 畢竟還沒有做 就是 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其實本業是4stack engineer 其實測試本來就是我該扛的東西 就我只是兼職跳下去寫 所以其實就是這一段現在就做到這樣 但是我們有 就是 最近導入的txt rel 之後應該會串txt rel的API 就直接把那個結果放在txt rel上面 對 但是現在還是slack 沒錯 就是還是要人力去觀看它的數值 或怎麼樣 對 這看起來是全端的txt 請問有 專門針對後端API的測試工具嗎 其實用 那個 behave也可以寫 就我不太清楚你的 針對後端的API測試工具 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之前在實習的時候 我之前在實習的時候 是測後端API的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用 behave這個工具 然後就是很簡單用request 去 去 那個 打API 然後看response 檢查這樣子 嗯 還有問題嗎 我看時間好像也差不多了 那讓我們用 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太一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